愛臊時期 終われの君子 ふえきぼくらわにほるのとと 定米弦大使是我們台灣歌謠之父 那他筷子人口的歌曲 傳奔我們台灣每一位人民的心聲 在11月21日星期三的晚上 有一個紀念的音樂會 那我們會結合我們從製的 我們鄧宇賢老師的民謠的彩譜跟編曲 希望透過這樣一個多元的呈現 能夠讓我們更了解 我們更認識鄧宇賢大使的作品 我祖父聽我爸爸講說 他是一個非常敏感烈帶神經質的人 那如果說怎麼形容他 就是說他比方對一些事物很敏銳 那因為我祖父的祖父 就是我真正祖父他們那一輩是 我們有出 我們一家有三個秀才 所以鄧宇賢先生是在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文漢學世家裡面生長 所以他的漢學基礎很好 也就是造就他在詮釋音樂作品的時候 能夠很貼切地去詮釋 做職者本身的意境 那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再加上他覺得說 音樂應該跟大眾結合 所以他就用最簡單的五個音 叫Do Re Mi So La 來補他的作品 我們這次展覽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說 因為鄧宇賢先生的作品 曾經有人講說是有點哀怨 但事實上不然 其實鄧宇賢先生的作品有許多是非常輕快 所以我們這次音樂會會最大的特色 就是用古典搖滾爵士的方式 把它做一個新的元素的注入 能夠符合年輕世代的這些人 青年朋友所接受 所以這是這個音樂會最大的特色 那我會覺得說 台中地區的朋友 不管你是住在哪裡 希望有機會 你們能夠藉由這樣的音樂會 能夠再重新認識我們 代表台灣的音樂文化 不是自己那裡 是誰 是誰 對 我可以藉由 來自我 從來自我的總統 可以藉由 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